電影女鬼喬一跟二中有一些美女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CPman 今天來跟各位介紹女鬼喬中的漂亮女生 那我們影片馬上開始 顏正蘭出生於1989年5月16日的台北 身高156公分 畢業於國立台北商業大學應用外語系 有八分之一的日本血統 是歌手也是演員 曾是男權媽媽的成員之一 在女鬼喬一中飾演領便當的女學生三女這個角色 已於2022年和吉他手舞情川結婚 最早的電視劇作品是2006年的天使情人 而最早的電影作品應該是2010年的一夜台北 其中不乏拍過很多MV、短片、舞台劇跟電視劇 也慢慢由路人轉為女二再轉為女一 而觀眾比較認識他的應該是花甲男孩轉大人中的方偉琪 他也靠著這部劇入圍了第53屆金鐘獎戲劇節目女主角獎 顏正蘭的外型屬於清純甜美風有點嬰兒肥 看起來感覺蠻有長輩緣的 某些角度我自己是覺得有點像李佳穎 從目前的作品趨勢看來 演繹之路應該會蒸蒸日上 喬圓圓本名詹宛如 出生於1995年7月26日的台中 身高150公分 畢業於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 2015年出道以來拍過不少短片、廣告、MV 大部分是誓言公事的電視劇為主 比較知名的電視劇應該是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中的蘇妮妮 電影部分則是只拍了兩部 分別是《紅衣小女孩2》中的李雅婷 跟《女鬼橋》中的石頭 都是鬼片 怎麼感覺電影跟電視劇的反差感很大 不過我蠻喜歡她在牛車來去裡面的 招地裝扮的 張寧出生於1988年12月4日的台北 一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 早期是在劇場中演出 2015年才算是在影視圈中亮相 2019年以日劇時代的10種生存法則 入圍第54屆金鐘獎戲劇節目女配角獎 比較知名的作品是2015年的電影《詩意》 而2020年演出電影《女鬼橋》中的學姊 也造星橋讓更多觀眾認識她 童年演出電視劇《未來媽媽》 並在劇中飾演嫁入豪門 但肚皮未動靜的年輕主婦 這兩部戲讓她的知名度算是有不小的提升 而《未來媽媽》中我覺得她演得還不錯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看 個人感覺她有一種郁姐感 不知道大家覺得呢? 孟耿如出生於1991年7月20日 身高164公分 畢業於實踐大學 出道作品應該是2007年的二作劇二文 而讓觀眾比較認識她的是2011年 《我可能不會愛你》中飾演李大仁的妹妹 隔年也跟小鬼合演了聖女保鏢 之後大部分都是接演電視偶像劇 所以常看偶像劇的觀眾對她並不陌生 也時常在女二跟女藝之間遊走 算是曝光度很高的偶像劇演員 雖然孟耿如演藝事業看起來一路順遂 但其實也是有很辛苦的地方 在拍攝2014年的偶像劇 《22K夢想高飛》時被又剩疑似MeToo而無法宣洩 2019年又因至親親人離開 到了2023年初 當年的MeToo事件才算是比較有社會大眾的公道出來 結果沒想到自己的丈夫黃子嬌人設也崩塌 陷入MeToo風暴 坦白說我是覺得她蠻辛苦的 看近期的受訪也都銷售不少 真心希望她未來可以一切順利 王愉軒出生於1999年8月30日的台北 身高170公分 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 王愉軒高中時就讀復興高中戲劇班 並開始接觸劇場表演 由於比較時常出現在電影影集MV中 偶像劇反而比較少出現 所以觀眾可能對她稍微陌生 2016年客串電影《失控謊言》 2018年演出公式作品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孔雀》 2022年靠著電影《該死的阿修羅》 獲得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獎 2023年演出電影《女鬼喬2》 怨鬼樓中的女主角 其實王愉軒在IG上的裝扮 比較屬於有個性的文青 但在小蘭這部電影中 又演活了約跑女學生 就我看來戲路是還蠻廣的 也希望未來可以發光發熱 詹子萱出生於1997年7月16日 身高164公分 畢業於錦文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 大學畢業後拍過一些微電影 並於2020年前往北京 報名周迅、舒淇、陳昆創辦的三下學堂 演出三下劇場 我經過你經過我 2022年演出電影《最後真相》 同年演出影集《愛愛內涵光》 在裡面飾演柯正東的《跑友》 最有名的應該是參與 李榮浩《烏梅子將》 MV中的女主角 2023年演出電影《女鬼喬2》《怨鬼樓》 目前的她我個人覺得 還有種年輕的清新感 希望未來可以繼續保持 錫維倫出生於1994年3月16日的洛杉磯 身高162公分 錫維倫是廣告模特兒出生 首部電視劇是2016年重拍由李玉璽主演的《惡作劇之吻》 而這也算是她比較代表作的影視作品 2018年拍攝偶像劇《高校英雄傳》更有了《高校女神》的稱號 而另外一個讓大家廣為人知的 便是參加真人實境運動節目《全明星運動會》 近年來有發現她越來越多作品在螢光幕前曝光 可以感覺事業算是往上發展 錫維倫也算是一個發電機 網路上搜尋相關新聞 緋聞類的不算少數 今年年初則是傳出疑似跟網址有緋聞 但都未經證實 我個人覺得她是屬於非典型美女 就是不是一般人所說的正妹 但有種吸引人的魔力 呂洋子出生於1994年1月18日的靖岡縣 身高162公分 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 父母都是中國人 但因為父親在日本公司上班 所以出生在日本 職業是模特兒 大多以平面拍攝為主 在女鬼喬一中飾演女鬼的角色 因為資料比較少 所以就放些照片欣賞欣賞 IG頻道都是有個性的時尚風格照 我們一樣把她的IG放在說明欄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好啦今天影片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您用讚許是製作影片的原動力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訂閱按讚或留言 跟我們一起討論 我是YPM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